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 这个搞兼职的特务到底是谁 他的真实经历又是什么样的呢 牵不住根据杨军的自我介绍 他争于1965年 古北人 逐年还没到 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 学法律的 他上大学的时候还是1980年代 大学生本来就凤毛麟角 是妥妥的天之娇子 更何况他还有顶级学谱学位证的加持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 他这辈子算是吃喝不愁 在大集团弄个年薪百万起的VP职位 或者自己创业杀入全国500强 也不是没可能的事 但是 他没有 22岁的杨军在1987年毕业后 进入了外交部工作 简直是人比人 气死人 等等 还有更气人的 在外交部工作了几年之后 杨军辞职了 他要干嘛 1990年代初 海南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 生机勃勃 各路人马在此大写身手 杨军觉得自己要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做出一番事业 所以 不管领导怎么劝说 他还是执意离开了外交部 并一路南下 登陆海南岛 成为当地政府的官员 建立之初的海南省 把工作重点放在了招商引资 发展经济 所以 杨军彼时的工作 也应该是这些 和众多国内企业 港台企业和外企的交往少不了 这就让他积累了大把行政 谈判和商务引资的经验 在干了两年之后 他居然又从海南省政府辞职 干嘛去了 他去了一家在香港的中资企业 干了管理层 一直干到了1997年 从杨军这十年的经历来看 他的才华确实是令人瞠目结舌 而更重要的是 他是一个把人生规划的异常精准的人 他每阶段的经历都带有极强的目的性 覆盖了政治 外交 经济这三大重要方面 1997年 杨军才32岁 但他的人生已经能让全国90%的人都要望阳心看 可是 杨军有一颗躁动的心 他开始了人生下一个10年规划 放在当时 他已经算是一个能在国内横着走的天才了 但别人眼里的王者水平在他这只能算是青铜及起步 960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已经装不下他这个大神仙了 1997年 杨军从中资公司辞职 跑到美国的一家智库开始搞国际战略问题研究 从这就可以看出他前10年的履历和沉淀积累是有多关键 帝国主义也不傻 工资也不是白发的 2000年前后 他开始往来与华盛顿和悉尼之间搞国际问题研究 看出来点什么猫腻了吗 美国和澳大利亚同属五眼联盟 不但监控着自己的盟友 更重要的是要对我国搞事情 我国的国安体系非常严密 这黄毛 蓝眼珠的人肯定会备受关注 怎么办 那就找中国人吧 尤其是杨军这样有点本事的内部人士 所以 杨军到美国后不久 就被敌对势力的间谍机构盯上了 而且他也接受了招安 成为了一只大眼鼠 不过 这眼鼠还是挺好学 在澳大利亚期间 他又匪夷索斯必拿下了西南威尔士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 这还不算完 他在接再厉又博取了悉尼科技大学的博士学位 要知道 西南威尔士大学可视世界顶级的功力研究型大学 而西尼大学是国际排名133的五行级世界名校 在校领小于50年的国际高校中排名11 在澳大利亚排名第一 杨军这是脑子太够用 有才又任性 无非吹灰之力就能在八端子打不着的跨学科领域混得风生水起 而且看得出他对文学是真心喜欢的不得了 毕竟客户写报告 也用不着考个文学硕士吧 怎么说在国外开展工作也是不太方便 体现不出来自己的价值 于是在2000年代初 已经成为澳大利亚人的杨大神跑回了国内 并居在广州 并开启了他神奇的写作生涯 明远回国后 杨军也没闲着 穿梭于各大公司 在旅游公司 国际贸易公司 纺织品公司 房地产公司 甚至保安公司都出任过高职 简直是各伤其报 从他后来的暴露轨迹分析 他回到国内是带着任务来的 什么任务呢 就是带节奏 说白了 他就是要充当帝国主义反华的马前足天的公知 可这个公知也不是那么好当的 如果不出名 你再怎么哭腾 广大网友也只能看你是个水军 顶多是个洗澡的头目 闹不出什么真正的波澜 所以 杨军开始仔细琢磨 怎么能出名呢 真正的特工人员并不是像电影中演的那样 一个一个都是巨男靓女 识别度极高 让人见过之后就过目不忘 特工工作的核心要求就是安全 怎么才能安全呢 就是自己的身份越隐蔽越好 这样才能打枪的不要 偷偷地进城 而对于特工本人 那最好是扔进人堆都巴拉不出来才好 没人记得住你 那就是最安全的 或者是把假戏眼睛 让所有人都认为你就是那个伪装的身份 如果特工们都像007那样张扬 在现实世界里 基本都活不过第一集的前十分钟 但是 对于要当工之大力的特务 想不出名姑男 那怎么才能李戴桃将地隐藏自己呢 左思右想之后 杨军拿定了主意 搞文学创作吧 其实 说他是被逼无奈才想出了这个招数 真是委屈他 如前文所述 他可是拿着大把狗粮考下了文学硕士 于是 2002年 国内网络出现了一套连在惊险间谍小说 作者叫杨恒军 对 这就是杨军的底名 客观地讲 这家伙写得还真不赖 尤其善于打擦边球 很多桥段还带有粉色情节 但却又不太露骨 结合紧张自己的悬疑情节 让读者们看了之后是欲罢不能 看到广大网友的反响热烈 杨军大受鼓舞 写起来没完没了 致命系列一口气写了两百多万字 元气急剧上升 他这轻而易举就把自己整成了名人 他的社交账号也越来越火爆 以至于他还烧在卖点澳大利亚进口奶粉 赚点小钱钱 杨军这第一步精准的规划顺利完成 下一步就是要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大V 不得不说 智商 行商双商在线而且爆表的杨军出招确实与众不同 很多伟大V和水军没事就在网上担刀直入地怪窖 效果就是帝国主义啥目的都没达到 反而被眼睛雪亮的广大爱国网友喷成了狗 杨军和他们不一样 他不止于和那种飞得太低的小蜜蜂 Lobby为武 作为王者 伪装就必须天衣无缝 他真安家货的奥义 也就是80个帖子里 有9个是正能量的 只有一个是很客观的夹带私活 比如2017年发生在美国的大规模枪击事件 死了500多人 美国人自己都担心枪支泛滥的问题 可此时 杨军跳出来开始为美国的枪支政策站台 说那是文化的传承和历史的传统 不能政治化 在孟晚舟女士被加拿大非法扣押后 中 加两国外交部都发布了到对方国家的旅行警告 可杨军又跳出来 稀释淡淡地说加拿大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还对我国外交部指手画脚 她的这个反应就非常有意思了 她是自信有点过头了 当大V当上瘾了 在不经意之间已经彻底融入了角色 暂时忘了自己是干啥的了 俗话说 苍蝇不钉无缝的鸡蛋 这个公支身上都有一种特殊的体味 以至于彼此可以互相吸引 所以 杨军不但把自己的媒体好搞得风生水起 还结交了一大堆其他的公支 是在交朋友 非也 那就太小看杨军了 帝国主义还给了他更重要的任务 就是在在国内大力发展地下网络 把那些跟他臭味相投的公支都纳入麾下 形成一股越来越大的暗流 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2016年 上海破获了一个专门搞反华言论的舆论组织 而这个组织竟然和某知名大学的公支教授交往甚密 而这个教授又是杨军的好朋友 看看 帝国主义把当初搞苏联的那一套又拿来对付我们 在享受大力头衔的同时 杨军继续笔根不错 又接连写了好几本间谍小说 他赖已成名的那套致命系列也出版发行 一个不留神 杨军赚了几百万的版权费 可是 他万万没想到 在他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计划中 却早就露出了致命的扩展 若往很多写间谍小说的大师例如约翰·勒卡雷·耶恩·弗莱宁 007系列作者 确实当过间谍 但人家是退休以后才开始写作的 不像杨军一边干客户 就一边迫不及待地开始写小说 俗话说无欲则当 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执念 那么他将是无懈可期的 可人一旦有了欲望 那就另当别论了 如前文述述 特工的看家本领就是以假释珍 杨军吧 怎么说呢 他确实是做到了 可问题是他本性是个高调的人 没事撸个帖 还要自己扒个帖子 半个无犯罪证明 也要再网上晒一下 更何况是他自明得意的客户生涯 可这个是确实没法到处张扬 这对于杨军来说 真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更何况这还是他自认为最值得骄傲的事 于是他就只能即刻于剑函之上 把自己经历的点点滴滴细致入微的发上了网络 在网友们的惊叹中 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无法言表的满足 在一个虚拟的世界 他终于圆了自己的英雄梦 可是聪明反对聪明物 杨军写得太过真实 而且他的小说还那么出名 这就不得不引起国安人员的惨目了 国安人员也看过他的小说 越看越纳闷 怎么这或写的情节和实际的案情相似度那么高呢 这些机密的卷宗不是内部人士根本看不到 即使作家度传也不可能度传的如此贴近事实 就和亲身经历一样 于是怀着强烈的好奇心 国安人员对杨军进行了一些调查 这一查更是让人大跌眼镜 小说里的主人公姓杨 而且工作经历和杨军几乎是一模一样 杨军的小说简直就是一套工作日志加工作总结 国安人员几乎能照着小说暗途所记 把杨军主要的犯罪事实权都挖出来 于是国安人员在经过长期的监控和侦查后 于2019年将杨军抓捕归案 当今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仍然不死 同志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说不定在身边就藏着别有用心的汉奸 我们要擦亮双眼 看到不正常的情况时 一定要及时向国安部门报告 维护祖国的安全是我们每一位公民应尽的义务